大家好 我是聽哥 我是阿輝 阿輝應該是科技媒體裡面 最多摺疊機的男人 我當第二 你第一 我第二 我願意當老二 當阿輝的老二 不是 第二 那我書要像一樣啦 這也是我的 我三隻 因為你之前有啊 因為你有一代啊 這是我GATA Z4的第一代 然後這是我TOMBROWN 也就是Z4II第二代 然後這個現在手上這隻是Z4II 對 那這樣沒錯啦 那你呢 這是Flip一代 4G版本 然後這是Z4II 對 然後這是華為的Mate插座 我們這檔書上該起來多少錢 我剛剛算了一下 十萬 七萬九 四萬九 現在不知道啦 好 五萬 剩五萬 然後Z1九 那你第一是什麼 八萬九 嘴貨大概九萬 應該超過四十五萬 放桌上 今天就是四十五萬的比較對不對 應該四十五萬 記得訂閱一下廖阿輝頻道 我們現在阿輝分享 你有Flip一代嘛 然後有Z4II二代 還有華為嘛 可是這一次是出Z4II三耶 那你是一代 因為它其實中間 嚴格來講不是二代 你是二代嘛 它是Z4II的5G 所以它其實就是換CPU跟加5G 因為有計畫 剛剛它出貨O2 所以我是覺得是要跳過 因為它只是握在4G跟5G 那我覺得它很啊 不是沒必要的 欸 那我們今天因為是心得分享 那你可以先分享一下 就是這三台的心得 其實折衛機就是這樣 就是我本人一樣 長大就可以大 長小可以小 而且又長得帥 幫我逼掉 只是說因為就前幾天才發現 恐怖設計機用滿一整年了耶 對啊 出來以後現在還沒有換掉 幹嘛等你來拍 是因為我長得帥嗎 不是 是因為你用一整年 大家有朋友都說我是炎子當當 剛剛講什麼 炎子當當 講話講不清楚 講話講不清楚 害了我們的員工每個都很累 我跟你說 我每次上我自己的字幕的時候 我想把我自己掐死了耶 哈哈可以啦 我沒有把自己掐死了 後來我就把我自己的字幕 外包了 好那我回來了 我們先從Flip來講好了 因為攜帶方便嘛 你分享這個心得 剛好現在是Z3嘛 老實說齁 這幾年真的要這樣講 Flip是我買過最開心的手機 因為我還記得我預購的時候 我是在南山微風吧 微風南山 好像南山 而且他好像剛開不久 然後我早上預約了 他問我說什麼時候可以去拿 我預約早上9點 所以你是第一個這樣 而且我跟你說 因為我怕9點拿不到 我8點半就起去了 我又怕排隊排整排人 對對對 因為這個嚴格來講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用到折疊手機 然後去了之後發現沒有人 原來是我去太早 應該正常人不會是我的神經病 但是真的是很有趣 因為它就是有人說Flip 它的用處比較小 因為它折疊就是讓你變小 對半折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嘗試 後來我用FOLD 當主機機的用處就比較明顯 因為它等於是平板 FOLD2 FOLD2就變平板 但是Flip其實說實在的 你手機變小也是一個重點 那一陣子你拿Flip的時候 你來我公司你都很炫 就說 手機啦拿去啦 欸我跟你說 還打遊戲耶 這個東西喔 去變成他們結帳的時候 而且我都找那個 人家配拿拿出來 幫我找一個 帥氣 不知道是電源 那些男電源你知道嗎 他不是要找那個條碼嗎 他這條碼像那個這樣 扣扣 好像 腳一點啦 怎麼會敲破 然後妹子都會說 那這手機怎麼是直接機嗎 雖然他沒有我臉帥 但是他也夠帥 僅次我的臉 你知道我有個網友 在我們下面留言說 他跟我一樣 玩了Galaxy Fold的第一站 後來那個Z Fold2上市以後 他買了Z Fold2給他老婆 很棒 疼老婆嘛 要是我我就把你 後面講完 後來呢 S21 Ultra出來 他也買給他老婆 結果他老婆 S21 Ultra只用了一個月 他直接跟他老公說 我還是想換為Z Fold2 我覺得有點難換掉 太上癮 這折扣機用習慣就是 因為它很極端 就是我平常的機器都不打開嘛 就是用小螢幕 因為接電話看起來就是 就是封印螢幕而已 但是當你想要看漫畫 你想看得出的時候 要打遊戲 對 這個就差別就是說 真的是大的時候 真的是舒服很多 當然有人說 也不是所有人是都適合 再說我覺得像YouTube影片的話 就不是百分之百都通用 對對對 但是你只能看網頁 看文章 看漫畫 這個爽度真的是 完全無法比先找個漫畫 要可以播的喔 可以播的喔 我剛才在確認這個事情 哈哈哈哈 然後我桌布還來設定了 自動漫語圖桌布嘛 有一次半夜在S7 就是女店員在說 欸這什麼手機 我說我們今天有側接機 而且打開就是8件 當下真是尷尬 可是當時你看喔 我們剛剛一開場就講說 我們的手機 桌上加起來要四十幾萬嘛 但因為以今年的三星來講的話 他這兩款 訂價都還訂得蠻漂亮的 雖然台灣還沒有公佈四次價格 我覺得會比較趨近 他們應該想要把這機 配到普及 大眾化 跟成熟的這一款 因為其實我們從一代到二代 其實一代二代 我覺得改變非常大喔 順便跟大家講 一代二跟二代 大概就是全部都非常非常小 他比例也比較方便 可是當時跟阿輝拍的時候 阿輝是比較喜歡一代 科技感比較強 但是說真的比較實用 但是展開也不一樣 你看 這拿你的就好了 我開機了 阿輝是什麼 見不得了 因為我會自動設定 這個人就見不得了 OK 好好 大家都見不得我的臉好啊 你看阿 我一代呢 事實上你看他這邊 哇他這邊有一個大瀏海 中間名牌什麼 現在的好 你有沒有看到 他其實進步很多 從一代是有瀏海 然後二代是挖孔 然後三代就是螢幕下進攻 所以你自己的感受呢 逐漸成熟啦 當然大家還是會覺得說 你到底要不要折疊機 你看如果你不想要折疊機 那你去用S21阿傳啦 S21嘛 對對對 它是很優秀的手機 因為折疊機本身它就是 你要想想看 你都覺得它重 那你要反過來說 你如果是一台8吋的平板 8吋平板還放口袋裡面嗎 喔困難 對 它現在可以折疊 對然後它重量 還是會比一般手機重 這點真的是騙不了人 你現在大螢幕手機 可能是230幾克 蠻常見的啦 230、240 那它現在它270、280 其實多了30、40克的重量 但是它其實換了一個大螢幕 你知道Tim嫂喜歡這次的三代 喜歡的原因是因為 他覺得二代太剛了 這上哪個Tim嫂啊 他說三代這邊的圓活 然後他說握起來的手感 因為三代又比二代輕 20公克 對 他覺得拿起來他就很有感 有差還是有感 然後他自己一開始覺得 這個螢幕下鏡頭 但是因為這邊有這模的關係 這裡 所以他覺得 全螢幕的感覺是蠻好的 你看 你剛剛不是有拍了一個 要不要給大家看 因為老實說 就是螢幕下鏡頭這部分 其實現在還是有蠻多的基礎品頸 那先說它為什麼可以拍到畫面 其實它的做法是 我有拍了螢幕特寫的畫面 這是用顯微鏡拍攝 這30倍吧 它其實它的像素點部分 你看到鏡頭區域的像素點 它的像素其實是比較大 然後它中間有比較多的 就是透明的電系 所以它在拍攝的時候 它其實那個地方按掉 就會變成讓你畫面可以透過去的方式 其實有點有趣 它是用400萬像素 加上2mm大尺寸的感光輪件 有點像當年HTC Ultra Pixel 不動作同一顆 我覺得應該不是應該是新款 但規格其實蠻像 用這樣來提升進光量 那再包括AI一些補正 讓你自拍的時候比較好的畫面 因為其實老實說 這樣子螢幕下鏡頭在前置的話 因為透過了畫面 其實畫面還是會有點影響 我覺得Ford沒有太大問題 是因為它有三組鏡頭 對啊 三組啊 所以裡面的話 它會用螢幕下鏡頭 讓它換來一個比較好的螢幕沉浸感 因為你其實在玩遊戲的時候 在看網頁看電子書的時候 那它的螢幕下鏡頭表現還是好很多啦 其實我們如果跟之前的二代比 你看有沒有 別再一起看得好 我覺得還是好非常多 如果你說畫質有什麼影響 因為現在螢幕下鏡頭 不管是任何一家 現在推出有中心有小米 接著應該有更多廠商加入 初期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它透過一個一層螢幕 所以畫質在自拍部分 尤其是視訊部分影響比較大 但是這三星的Ford有場法處 內螢幕不夠對不對 對 可以用正面螢幕 正面螢幕 對啊 然後你可以打開 你可以用主相機自拍 這裡這裡這裡 主相機自拍 所以這個部分就比其他的傳統手機來的好 因為這裡有多面的使用情境 然後我先講一下 剛好阿輝手機都全部拿來 我的手機都拿來 因為其實那時候拍動手玩的時候 下面很多人都說 折疊機就是有折痕 這個折痕很明顯 但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跟阿輝 我們的折疊機都是這樣子 平常不用的時候 不會把手機這樣攤著 不會 我們就是這樣折的 其實這樣說好 就是保護性的話 反而比傳統手機安全 因為平常收上的時候是收起來 因為大部分想想看 你什麼情況下會甩手機 從口袋沒拿出來 但是口袋的情況下就是收折 甚至我這一支 因為Flip的時候 它還沒有軟性保護貼 沒有 所以我螢幕其實沒有貼任何保護貼 那你覺得這個折痕會困擾你嗎 這樣說好了 我還是要說到對比 第一個 你要說折痕看不到嗎 那我覺得你要剪裁 你的的確看不到 但是它意思是怎麼樣 你想想看 LG跟NC-C 夠出過雙螢幕的手機嗎 今天就是 如果你今天中間不是折痕 你如果中間像說 BOB的折痕 它是一條線耶 它是一個轉軸在中間耶 它轉軸在中間會比較好嗎 等於這次你也有一個 一條線在那裡 這段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就是大家看接受度程度 因為每次手機做折痕的情況不一樣 因為像我是華為 它的折痕就相對的確比較平一點 但是它的缺點 它就不能中間卡住 但是會拉緊 然後你看它的螢幕下鏡頭 它有螢幕下鏡頭 找不到對不對 對 找不到 因為它沒有螢幕鏡頭 這是一個做法 因為它內部就 內裡面就完全不同的鏡頭 我是講幹話 但這個老實說 這個問題就會有點影響 我如果要用內螢幕做視訊 現在不是會 你用Google Meet的戰客嗎 沒錯 內螢幕沒有鏡頭 提起來是會有視訊方面的視訊 所以它現在其實 你內螢幕我是覺得 你不要拿來自拍 自拍外螢幕拍的好 嗯 但內螢幕可以幹嘛 你可以拿來做視訊會一開 視訊會一開 OK 我覺得還是方便性 而且跟沉浸感兼具 等一下 阿輝剛剛在中間休息的時候 跟我講一件事情 你說你這支手機最常用什麼 每個月一定會拿出來用一次 每兩個月用一次 超好用的 因為它可以折這樣自己站著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裝一個發票對講的軟體 你接著發票是這樣 我覺得拿下來 燈燈燈這樣就好了 它就會顯示 有沒有中獎 沒中獎 中獎 沒中獎 你們有拍過吧 對發票軟體 有有有 原來他要叫他們架手機架 架好然後再開始 就手拿這邊掃 然後這壓很麻煩 這次的三代也是可以這樣子立著 你這拿一代來一些 一代喔 對不起 對那老實說 Ford比較不適合 Flip也不要適合 因為它高度比較高 這個可以 但是這個角度 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Flip Flip的對方要超讚 而且我覺得它這次的 Ford3有支援Express 又防水 這應該說補齊了 過去大家想要功能 這一代就是 比較像補完版本 強化版又便宜這樣 你知道用習慣三星手機 我已經好幾次 把Ford拿去沖水 屁啦 你是想趕快認真 我是不是真的 因為你用三星 旗艦機用習慣 防水啊 我相信先拿去沖 我做差點先拿去沖啊 所以還是有時候 我最近不是在常常做菜嗎 像有時候真的說 做菜的時候 我放桌上的時候 降低到全倒 喔 所以防水就可以用在這桌上了 我還是要說你盡量避免 因為它現在是做到IPX8 它沒有防成功的 所以粉塵盡量還是要避免 但是防水有的話 就已經讓我們日常生活中 的安全系數提到非常多 沒錯沒錯 然後在X10就是 必備嘛 就是大家還是會洗 有的人會說說 你今天沒有Note 也很可惜 那我覺得就是 像以前周星馳演的電影 然後再也沒有Note 沒有沒有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它把它展開以後 它的內螢幕呢 就是一個小平板啊 所以你用S-Pen 超爽 你等於是攜帶了二合一的 因為我有點小失望是 Flipper沒有不然支援S-Pen 我覺得Flipper支援S-Pen也不錯啊 我跟你講 會不會下一代都聽我們聲音吧 這回第一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一次改版打殼 好啦 最後來Ending 確定講一個 然後推不推 就這樣 好 你先 降機沒有進步 雖然優異啦 但是就是中等 就大概S21沒有Altra的 好 推不推 可以推帶 還是推吧 因為你沒得選啊 好 那換我 我也推 我推的原因是因為 價格已經盪下來 盪到了高階智慧手機的水準 不用像我們以前 哇 買起來覺得很貴 1萬9 10萬 11萬 然後水貨9萬 不用這個錢了 我水貨9萬 搞不好都可以買Flap三支了 海外定價 台幣大概2萬7-2萬8而已 所以我等於是 我買一支 這個可以抵三支了 就你一支 然後你女朋友一支 然後女朋友的爸爸一支 謝謝Tim哥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價格划算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缺點 如果它的S-Pen 連外螢幕也可以用 還有你剛說的Flap也可以用 我覺得有加分 後來要插就插進去 可是你插進去就變厚 所以它弄成皮套 我也比較喜歡那個 S-Pen Pro 因為有皮套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看我自己都有裝保護套 你看 所以它把S-Pen留在保護套裡 你買TOMPLAN版的 TOMPLAN版也有TOMPLAN版的S-Pen 請期待Tim哥的TOMPLAN版 VOL3跟VOL3開箱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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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